喜到公辞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188集 只能是怪你运气不好了 高秋倒持着黑胶剑 一脸上全是扭曲与猙獰 望向临飞的时候 更像是在看一具尸体 我不想死 所以只能你死 死不死的 现在可受不好 不过呢 我其实想要再提醒你一句 你想对我出手可以 那你等一下 也别后悔 死人才会后悔 高秋眼中杀意争腾 一脸猙獰扭曲 此刻哪里还有时间 想什么后悔不后悔的事情 把恶鬼讨好了 保住自己小命 才是最紧要的 话音落下的瞬间 黑胶剑上黑气缭绕 高秋以预剑术催动之下 顿时 就只见无尽凶器 沸腾咆哮 剑光与乌黑凶器 争腾交汇 黑胶剑化为一头 石树战长 张牙舞爪的猙獰黑胶 裹挟着恐怖威势 扑向临飞 哎 你这又是何苦呢 临飞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一双眼睛 望着高秋 目光带着浓浓的嘲弄 高秋的面色 越发猙獰扭曲 似是已经看到黑胶 将临飞一点一点 撕成碎片的画面 临飞凄厉绝望的哀嚎 隐隐地 已经在耳边响起 可是下一瞬 却见那张牙舞爪的黑胶 忽然调转了方向 化为一道乌黑剑光 倒卷而回 不过一瞬 就见那一道剑光 飞到高秋面前 剑光绕颈而过 化为一把乌黑长剑 插在地上 你 方才说出一个字 高秋眼中的神光 就飞速涣散 脸上依然挂着 猙獰扭曲的表情 可是眼中 却满满的 都是疑惑和不解 不过一息 高秋的拨梗之上 就有一道血线 缓缓浮现 头颅一歪 就从脖梗上 跌落下来 这时 飘在半空中的阵途一卷 倒倒乌光 扫过高秋的尸体 高秋的魂魄 不由自主地被抽出 然后就搜的一下 飞向阵途 飞在半空中 高秋的魂魄 依然张牙舞爪地挣扎着 一脸扭曲 怨度地 对着林飞 发出无声的咆哮 到死都没明白 为什么会死 林飞摇摇头 望着高秋魂魄 轻笑一声 之前不是说过吗 我在望海城 开了一家小住建房 你听过名字的 就是 范氏住建房 高秋的魂魄 突然一睁 跟着 就再也无法抵抗 阵途的力量 扭曲成一道道 微弱的流光 没入阵途之中 消失不见 煞时之间 乌黑的阵途之上 滚滚黑烟浮现 无数乌黑诡异的浮转 在其中 翻腾不休 阵途上的灵光更盛 无数浮转 流转的时候 阵途的微能 似乎都随之增强了一些 在那无数翻腾的 乌黑浮转 没入阵途 阵途没入 黑烟之中消散 恶鬼从其中 大步走出 气势比之前 还要强大 那突出眼眶的 乌黑眼球上 此刻更是有一层 薄薄黑烟燃烧 头顶双脚上 挂着的哀嚎骷髅 叫声更加凄厉绝望 恶鬼凝笑着望向灵飞 没想到看起来 最弱的一个 反而是最强的 跟着 恶鬼就哈哈大笑 周身鬼气 犹如燃烧一般 无数鬼物在其中 哀嚎哭笑 好啊 强大了才更好 你越是厉害 就越是大补 把你吃了 起码能让我身上的伤势 恢复三分 恶鬼伸出那 足有障藏的舌头 疯狂地舔尸嘴唇 望向灵飞的时候 眼里乌光闪耀 两只利爪相互摩擦 发出阵阵金铁交明之声 活脱脱的 就像是看到了一顿 大餐摆在眼前的 恶死鬼 那你试试好了 不过小心啊 别崩掉了牙齿 灵飞眼神微冷 嘴角带着冷笑 说着 灵飞脚步一顿 周身真圆 犹如骤然燃烧起来的火焰 化为一道直冲天际的 粗大剑光 锋锐之气 冲天而起 阵阵力剑出鞘的声音 不断响起 谁知 恶鬼却凝笑一声 不为所动 眼中的贪念和恶意 反而更省三分 那燃烧着一层火焰的双眼 缓缓一鸣 两道手臂粗的乌光 忽然从其双目之中 暴射而出 瞬间 那乌光就冲到灵飞面前 化为两条张着大口 露出獠牙的毒马 交错地扭定着 向着灵飞咬来 灵飞冷哼一声 面色不变 念头一动 通幽剑气就凭空浮现 一道剑光在身前斩过 顿时面前数十丈范围 无论是山石还是草木 尽数分化成黑白两份 万物阴阳被展开 划分成两个分立的世界 而那恶鬼偷袭而来的两道乌光 化为乌芒 瞬间没入被展开的阴阳之中 不等那乌芒再次钻出来 通幽剑气就再一次一剑斩过 被划分开来的阴阳 骤然合拢 其那两条乌芒 瞬间就被那阴阳合拢的恐怖伪力湮灭 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就你这样也敢到处吃人 灵飞冷笑一声 周身被剑光笼罩 化为一道流光 直冲恶鬼 上在数百丈之外 恶鬼身下就忽然有一道剑气炸开 冰蓝的剑光层层叠叠交汇在一起 化为一道道连衣 横扫周围百丈范围 那一层层剑光 似是浪潮涌动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冰封 浪潮涌上恶鬼双脚巨尾 瞬间就将其冰封 而且那剑光更似瘟疫一般 疯狂涌上 试图将恶鬼的身体完全冰封 然而 恶鬼却凝笑一声 墓中燃烧的那一层薄薄黑盐 忽然喷涌而出 瞬间就将恶鬼全身笼罩 熊熊烈焰 燃烧到双脚的位置 那黑盐里幻化出无数细小的鬼头 疯狂地向下撕咬 那向上涌动的冰蓝剑光 在这些无数细小火焰鬼头的撕咬下 不断崩碎消散 不过半袭 恶鬼就已经从冰封之中 挣脱而出 甚至那燃烧的黑盐 还得势不饶人 顺着剑光 直奔林飞的云纹剑气而去 林飞眉头微醋 自然感觉到那黑盐 诡异无比 其内恶念 纯粹无比 更有污秽的恐怖怨念 夹杂在其中 若是被沾染到云纹剑气 说不得就会被侵染 念头一动 将云纹剑气召回 反手将太乙剑气斩出 金色的剑光 犹如极光浮现 携带着最为神圣的力量 与那奔袭而来的黑盐 撞到一起 一声声凄厉怨毒的惨叫 凭空乍响 而后连成一片 不绝于耳 那金色剑光所过之处 黑盐所化的无数细小鬼头 就像是遇到了克星一般 半点抵抗力都没有 直接接触到剑光 就会齐齐惨叫着 烟消云散 看到这一幕 恶鬼哪里还敢硬抗 连忙召回那些黑盐 待所有黑盐 重新缩回其双目的时候 明显可以看到 那原本就薄薄一层的黑盐 此刻近乎已经到了 消散的边缘 小子 我要让你的三魂七魄 在我的腹中哀嚎千年 恶鬼嘶声怒吼 蹊跷里滚滚黑盐喷涌而出 尾巴抽动着大地 都随之不断抖动 要知道 这黑盐对于恶鬼 也是来得不易 只有吞噬足够多的魂魄 而且那些魂魄 必须怨免滔天 才会慢慢地凝聚出这么一丝黑盐 这一丝黑盐 也是死前吞噬了高丘魂魄之后 才勉强恢复了一点点 谁想差点就被林飞的剑光 强行压灭了 林飞冷笑一声 太乙剑起再次展出 化作一座金桥 瞬间横跨数百丈距离 落在恶鬼头颅 锋锐又神圣的力量 种种压下 恶鬼举起双臂抵挡 翻滚的黑烟 犹如涌泉一般 与太乙剑气所化的金桥 碰撞到了一起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朱天忌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